姚姚过书腰 从电网广告中一句杀很大的台词 在演艺圈走红 但近期转战偶像剧和电影之后 姚姚多半走保守路线 少有清凉扬眼的造型出现 参与演出的两部电影 志气和南方小杨牧场 都有得到金马奖的青睐 顺利进入第一阶段的初选 姚姚23号出席活动时 也相当开心 这意外得到的惊喜 入围初选 当然很开心啊 对 这是我今天来的意外的收获 对 就是很谢谢大家 就是可以被肯定 对 其实今天初选这样过 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啦 两部都很有信心耶 因为我两部都是尽我的权利去做的 对 所以你说哪一部比较有信心 我觉得两部我都蛮有信心的 姚姚不仅在电影上的表现亮眼 最近在古装剧聊在世东的装扮 除了一致获得网友们的称赞之余 更有人直指 神韵和林一辰十分相似 真的吗 谢谢 有觉得像吗 有觉得像吗 嗯 其实没有耶 我觉得林一辰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神 然后真的是女神 对我来讲她就像个女神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像啦 但是真的她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女神 瑶瑶对于这一切意外得到的赞赏是相当受宠若惊 但面对被询问有无信心角逐鸡马奖相时 瑶瑶这谦虚的透露不敢多想 收入视频娱乐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哈林 余晨静 你现在收看的是 森胡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